今年三月台北北投黄池温泉会馆爆出偷拍案 有四男六女受害 检警重回现场勘验 仇丝剥茧一一比对 在六月中抓到幕后主线灵犀男子 检警查出这名偷拍的嫌犯 曾经乔装成用餐的客人 却跑到炮仓区 拿着手机贴近窗户来偷拍 不过警方呢 具体他到案之后呢 他不承认自己有偷拍 警方抓到这名偷拍的嫌犯 发现他是偷拍的惯犯 多年前曾经出现在信义区的百货公司内 拿雨伞偷拍 针孔摄影机呢 就装在雨伞的正下方 偷拍曾被抓 却又再度犯案 这次被查出锁定知名的泡汤区 疑似早就勘查过地心 被偷拍的汤屋房间设计 没有想到成为嫌犯下手的地方 更害得业者取消24小时营业 加强防偷拍的铁网 剪警比对外流的影像和灵性犯型的手机 进行初步见识 确认就是他犯案 他曾乔装成用材的顾客 在闯到泡汤区外头 拿手机拍摄影片 还是同一间汤屋 目前查扣十多段影像 手画的人恐怕不止十位 还要数位见识手机 但嫌犯被逮之后 毫无回忆 承办的女检察官怒声压 林姓男子遭挤压境界 但他早在108年 就曾把针孔摄影装在雨伞 锁定台北市的大麦厂 百货公司犯案 当时一对夫妻发现异状 当场抓到 没有想到被判军一之后 恶心不改 甚至把影像上架到 头牌论坛模拟 还有多少的犯案影片 以及有没有共犯 这些检警都还会插下去 TVBS新闻 严人陈叶军台北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